大家好,我是阿斌 有个客户说它洗衣机能洗 但是不能脱水了 我们去看看是什么问题 就是这个洗衣机 品牌是个LG的 直接开机试一下 调节到脱水模式 启动 稍微等一下 排除正常 等会儿看一下它的运转情况 不过看到洗衣机会这么平 下面垫得不好 有点往这边倾斜 不过倾斜了一点点也没多大事 先这样不动让它测试一下 到底是什么情况 到底是等会儿滴滴响叫 好像听到这个声音了 这边再转了 它就这样 我先摘一下 让它转完 看看这个衣服干不干 这洗衣机看到挺旧的 放在外面了 下面也烂掉了 感觉这边排水很小 利息小不大 转的不快一样的 准备看 是不是 利息很小 没有那种高速运转 这样这个衣服啊 就会 水不干 不能脱水 但是听这个声音也不像皮带损坏了 好像是 电容损坏了 直接拆看一下 插头先拔掉 打开了过后里面就这样子 像这儿电容 就是这个 像有的在这下面 还有的在这个里面啊 所以说我们看一下这个电容 是不是损坏了 这电容好像 以前也换过了 用了万欧表 调到电容档 直接来测量一下 测量到脚 你们看 你们看只有三微法左右 那肯定是坏掉了啊 像这个东西一机 一般的在十微法左右 有的是十二微法 再来看一下 你们看 你们看 十二微法 那就把这个给它换一个 换了就正好有一个 十二微法的 再拿这个玩意 我没有测量一下 十二微法正好 那就把这个直接装上去 像这个电容啊 没有征服起 这两线随便接 那这个电容坏掉了 洗 是可以的 不过也听到嗡嗡声 但是利息也不大啊 拖水就更明显了 因为它静小了 水就拖不干 下部算好 试一下 好 撒电 撕一下 开机 这是这条脱水模式 启动 下面简单的电了一下啊 现在拍水了 主要的我们看一下 这个洗衣机 转的快不快 声音大了 不过转的还挺慢的 可能皮带也有点松 还要调节一下 因为这个皮带看来没开练啊 你们看这个皮带 太松了 这样就容易打滑 看到了吧 我把链合器一抓 这个电机也可以转得动 那么就把电机给它调节一下 因为这个皮带看来没开练啊 也没断 电机下面有点无事 好了 这样就剪了 这样就抓不住了 再试一下 这回应该没问题吧 好 可以 拿到洗衣机 也就削好了 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电容损坏了 第二个就是皮带松了 搞定 刚开始以为这个声音很小 占的很小 就是电容坏了 皮带没问题啊 没想到啊 哈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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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